同样也是这部电影啊 2005年以歌手身份进军演艺圈 2013年凭借至我们中江士气的青春 顺利是打开了知名度 按理说如今的杨子山呢 也算是圈内啊 略有经验啊 有份儿的女星了 可是在她眼里面 自己啊是一个演艺新人 搭档黄渤 段映宏 徐敬蕾 2017年杨子山又带着新作 记忆大师在大音幕上跟大家见面 我老公她不是故意的 你弄疼我了 你放手 当初李慧蓝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戏份不多 台词稀少 这一次的电影《记忆大师》中 杨子山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配角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对黄老师 段老师的表演 其实就是有很大的 就是想要去看他们 想要去学习他们的那种 就非常强烈的那种愿望 杨子山说了 这一次参演《记忆大师》 自己就是抱着取经的目的来的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经验是少的 还是希望能多拍多有一些经验 其实我觉得就是以从拍完《知青春》到现在 其实我的产量一直不是非常的大 的确 凭借至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中 郑威一决走红之后 杨子山并没有走上拼命拍戏 不曝光的道路 而是不断地在尝试着突破自我 毕竟我是一个没有受过表演训练的这样的演员 那去每一次又去挑战 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的 演出经验的这些角色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会有一点虚 有一点没底的 我就是希望 就是总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吧 每尝试一种新角色 杨子山就会重新回归到新人状态 片长的每一位前辈都是她借鉴学习的对象 在她眼里 自己与表演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种谦卑好学的上进心 杨子山在诠释每一个角色时 都相当地用心努力 因此她的表现也没有让大家感到失望 至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中 她是敢爱敢恨 霸道可爱的女大学生 重返20岁中 她是穿越回青春年华的70岁坏脾气奶奶 到了天亮之前中 她又变成了个性倔强的风尘女子 每一个角色都不尽相同 每一个人物都被杨子山演出了该有的味道 而她表示 除了自己对于演技的认真琢磨之外 能够不断地取得进步 还要感谢一位贵人的指点 这个人就是赵薇 她会看到我的问题 她都会来告诉我 或者跟我聊 所以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也还是会 比如说我问问她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怎么样能够快速地去解决掉 我现在表演上的这个问题之类的 为了新天地 北京独家采访报道